你实话告诉我 你是何时对楚楚动了心思的 先生 我虽然至今没有成家 但是我毕竟这把年纪了 就你们那点儿小儿女次情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 你刚才护着楚楚那种神情 锦鱼啊 你糊涂啊 先生面前 锦鱼不敢狡辩 今日如此护她 除了其中内情曲折之外 却有几分私心 锦鱼自知有失公寓 但都是我一厢情愿 先生若要责骂 锦鱼愿一力承担 你说你 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长安那么多宗室贵女 名门归宿 你说你怎么偏偏就看上一个武座啊 这要是让公主知道 让圣上知道 你以为只是责骂吗 我不是看上一名武座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她的生生父母也是官宦人家 可是她毕竟是被一个武座人家教养大的 还跑去长安 参加你三法司的武座考试 这逆党以后的罪名更是闹到了朝堂上 现在是满城戒指 是 你该明白 她身上珠般污点是很难洗清的 此时 你若是犯这种糊涂 我就非带走她不可了 锦鱼并非要鼎庄先生 但如今我绝不会将她交给任何人 你 先生所谓的污点 都是将她雕琢成如今这般模样的经历 锦鱼真挚重挚 不以为污点 况且先生也是以贫寒出身 正得今日之成就 锦鱼自小联听先生教诲 深知命运非由天定的道理 从不敢以出身取人 先生今日所言 与往日教诲自相矛盾 锦鱼困惑 还请先生赐教 罢了罢了 我看我如今是说不过你了 多谢先生成全 来 你说你了 你不喜欢喝酒应酬 也不能不吃饭呢 来 给你拿了几样你吃着惯的 多少吃点 这不是个勺吗 别动 这是谁啊 画她干嘛 这是楚楚的母亲 她根据她母亲的颅骨 复原了她母亲原来的面貌 这画像是根据她的塑像画的 对了 那天开关的时候我听她说过 不过还真没想到 她真的能根据一副骨头 就把人的本来面貌复原出来 楚姑娘可真不是一般的武作啊 我倒希望她是 她若只是一般的武作 就不用经历这么多危险 凭借安乐一生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这种话居然能从你嘴里说出来 看来锦衣说得对啊 这钱周虽不是什么付出之地 但是很滋养人性啊 有生之年 竟然能从你口中 听到说锦衣一个对子 看来你俩成衣秋之和 也指日可待了 她哪能跟我比啊 我不比她强多了 你赶紧吃饭 你不好吃我就 我就写心给母亲告状去 我喜欢 dig祝福